近来,众多中国建交国的政要、政党、各界友好人士和世界主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中方举办的友好交流活动,重温与中国建交历程,回顾对华合作成果,密集发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展现反对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事实一再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 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台湾岛内证据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更改变不了中国中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少数国家的个别政客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和个人秀,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纵容支持台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必遭失败。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一天,终将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